欢迎各位付费会员 收看和继续支持老奥的 MIHA十周年纪念特七 舌到空虚网台血泪史 其实我们已经踏入了第十一周年了 但是呢 到底我们还能走多远呢 真的不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了 近期香港铺天盖地的新闻 都是围绕着这个二十三条 我这些在时事评论的节目要讲 或者在香港议题里面 去掩饰的一些题目 其实都很大程度上 都要围绕着这个二十三条来转 其实我真的很不想浪费人身光阴 浪费在它转研的 这个二十三条的立法里面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终极揽炒的 方案 无论你黄滑蓝 呼滑贫 连长啊 连老啊 大波啊 平空啊 长腿啊 肛头啊 长发啊 无一群面 你是蓝丝也好 你是建制也好 你这次还不含家产 大家都一起抱着炒的了 金制 我就形容了 就好像 我们经常看那些丧丝片 有一个丧丝病毒 每个人都会感染了 看看什么时候发作 什么时候变丧丝去咬人 这样的而已 那 希望啊 就是 这次 亦都会令到香港会出现一些史无前例的改变 就是引证 就是以前大家常常都在抗争运动会听到一些年轻人说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就是 当时有一群的叫做攬炒派的人士呢 就是 就是希望香港玉石俱焚 大家就 就是你要这样搞的香港 嘛 你要我乱惹嘛 你都走不掉 那谁不知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和港共政府呢 就是最终极的一个攬炒派 那看来呢 香港金制都会无一负面 就是外资设出香港啊 有能者啊 有钱的啊 有技术的啊 都会想想方法 就尽快就会离开 那在香港里面呢 就会这么弱寒蟬 资讯不等流通 那大家就你猜忌我 我猜忌你 那不会再团结 那而且就会兴起这个 一个的篤灰文化 珠联的这些麻烦东西出来 那人人自艾 那在那些地方里面生活呢 你不要说 生活啦 搞媒体啊 那些真的完全都不 他使以想啦 那这次 那这次 那这一劑的 23条立法 会不会对MHK 构成很大的 这个冲击呢 那其实这一集呢 我都想和大家 浪费时间呢 在这里聊一下 那首先呢 我自己就会觉得呢 很大的程度上 可能会影响到 一部分的观众啦 将来够不够胆 看我们的 这个节目啦 那又或者 你偷偷地看的时候 你家里面 你妈妈 或者你老爸 或者你太太 你老公 就在那里扯你 就说 喂 怎么搞错啊 这些看你而已 待会让人知道 你看这些台口 有双叉这个政府 你真的有机会 会中这一个 23条的喔 那就是 連累了你 那就死火了 一个不觉意 有些什么 头魂生气的 老鹅 又被 那些人捉来去祭旗 找回一两个人出来 立法座威 凸显23条法例的严谨 哪些人在那里唱衰香港 哪些外国势力在那里 搞搞阵 23条 就是这一个 肯定拿来 找这些人来开刀 那你老鹅 会不会榜上有名呢 如果没有榜上有名 大家就怕 黏起来捷濕 到我 如果真是一个 不觉意排队排到我了 那 影响就会专严很大 那我要在那里分析 有什么地方会影响 那首先第一时间 就是香港的同事 就立刻就有人会担心了 唉 就是会不会 应该要继续在一个地方里面打工呢 会不会自动辞职呢 是吧 因为一个不觉意 被人说你 就是收了一些外国势力的 这些资助 是吧 帮手制作一些反中乱港的一些片 那香港的老友 是吧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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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一定会担心了 即是 立刻死火的 徒你继续这个人工 还分析中有这么个的国安法 不如 你来 你去做运输 好 即是 鍛鍊一下身体 或者在地盘里面做扎码 是吧 便会安全些 那么这个 这个 的确实又会发生了 所以 到 总理和韦哥 就算他们肯继续做 我亦會擔心會影響到總理 你還留在香港 他有公總的問題 這個傻屌台 你都貼上去 你是不是不需要升職呢 偉哥 逛街去那些地方 屌屌這些地方 為什麼這麼多露宿者 為什麼這個地方 垃圾這麼多 你看那些遊客 多麼嘈吵 搞到影響我們的市容呢 會不會在平台裏面又被人指責 說他是煽動種族仇恨 以及嘲諷大陸同胞 製造這個族群矛盾 又可以上綱上線 在這樣的無形枷鎖 地圖炮 無軟忽界穿越時空 任他上 任他扣帽子的23條之下 其實我都很擔心會影響到我香港的夥伴 老老實實的 即是不到我自己不要想 就算他們肯繼續堅持 不怕 頂著雞頭 我也要想一下 如果我自己受了我老闆的 這個調理給委託 說你的老闆 要你揹一下十字架 沒有理由要旁邊的人都要受到這局的株連 其實整個週末 我都在想這些問題 會不會影響到周邊的人呢 在海外的朋友當然不怕 譬如超哥、方展博、列大夫 每個人都已經在身處安全的地方 我們在海外廣播 講出我們心裡的所想 分析香港的這些麻煩的事情 唱好香港事故 對中國共產黨的這些倒行逆施 人民攻敵、人類癌細胞的這些惡行 用忍盡、吃乃之力、老母 肯定害怕就給你兩份 這個也不用擔心 在自由的空氣、自由的土地上 自由的電波裏面 在做我們暢所欲言的事情 就沒有太多害怕 反而我都會影響到香港的朋友 其實在這一方面 其實我一直都有考慮 如果這個衝擊波來到之後 香港的伙計、香港的同事、老友 會不會受這件事牽連呢? 其實我一直都在擔心 暫時還沒有想到 因為此其一就是這個問題 這是第二個問題 你知道現在整個政府機器 無所不中其極會搞咎你 如果一家公司在香港內註冊的 也要無可避免地 你會受到很多政府部門的滋擾 譬如統計署也要給資料 稅局也可能會抽證你 看看有沒有暴漏稅 如果一個不小心 找你開刀的時候 你在香港內所有的資產、戶口 大家一凍結了戶口 我又如何出糧呢? 這些又是另一個問題 更有甚者一定勝了 我們是境外勢力、唱衰香港 香港的朋友還敢不敢課金支持呢? 敢不敢去打賞呢? 敢不敢超級留言呢? 敢不敢去助養我們的同事呢? 這些全部都是 這一個問題 所以你說 我繼續在海外發聲 當然是無所謂的 但是一斷了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多的問題都會接種而生 也會牽連甚港 也要考驗大家對這個 mission 第一,第二就是大家有多堅持 要繼續下去呢? 大家的勇敢程度是怎樣呢? 大家那種義無反顧 無論我們自己去做這個平台 參與製作 參與有份製作節目的朋友 甚至你們各位老友 還敢繼續去支持呢? 全部都是很擔心的 面對整個國家機器的打壓 在香港那方面的主要強 我相信就會有一定程度上的衝擊 那你問我 你改一下這個通話 改一下這個問題 可以不可以 大家都知道 現在他將這個追溯期 撤夠了 他回頭也還可以 所以其實沒得想 你不會為了這件事 而是去遷就 而改變我的這個 topic 或者改變我的 tone and manner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我的考量 這件事 所以 方法就一定要在有限的時間裏面 要想一個 苟泉的一個想法 譬如一年之間有什麼風吹草動的時候 整個MIHK的平台 真的被人禁止了 我在海外裡 能否值得起一切 那些賠償機器 又會是怎樣 這些我全部都要去考慮 其實老老實實 在這個付費節目裡面 跟大家說 現在這些問題 當然也有些混蛋 會偷聽 去放出來 放上互聯網 但是 明人不做暗示 說真的 不需要覺得這些是什麼的秘密 正常的做生意 都要想到 你一定要在這一方面 面對的一些難題 我也不介意跟大家去分享 因為這些其實已經是 當它定性了你是犯法的團體 又或者你是一個非法的組織 或者你的平台 觸犯了他們的23條 影響了他們的國安 那你就已經可以在想 有一連串的問題就會來 你會面對的情況 所以 我也不介意 在這個節目裡面 跟大家去分享 唯有 希望各位的朋友 繼續支持我們 聽得一日 聽得一日 總之我老學 就答應大家 只要我一息上傳 只要我仍然找到方法 在互聯網的世界裡面 繼續去做廣播 只要你們肯聽我的節目 我亦都會承諾大家 我會繼續秉承著 答應了大家的初心 用欺笑怒罵的方式 分析時局 和香港人打氣 將香港的不平的事 世界的不公義的事 在我的平台裡面 和大家 都會承諾這些 在我盡可能的能力範圍之下 我能夠動用到我的資源 以及能夠製作到 最令到大家 容易消化 了解香港的文化傳承的 一些節目裡面 我會繼續 為大家盡我的能力 做好這些節目 為大家帶上資訊 分析 幫大家消消氣 幫大家宣援大家的情緒 娛樂大家 亦都令到大家 在空虛寂寞 和凍的晚上之下 都有老惡和MHK一眾 這些同事的聲音 和我們的影像 去陪伴給大家 這是同大家的承諾 我不會畏懼23條 而改變我的台的立場 亦都不會改變我對時事 或者對香港政府 和中共政府 一些大力的鞭策 反共當然是緊的 自然有任何的人類 懂得判辨善惡 有良心 分得以美醜 甚至無愛中華民族 就要反共 因為中國共產黨 將中國人 變為一群愚慧無知 只是貪圖 物欲 肉體上 肉欲的滿足 沒有高尚的情操 道德的淪亡 摧毀中華文化 破壞中華文字 將中國人的劣根性 完全在DNA裡 抽出來 然後用放大鏡 放大了幾千幾萬倍 導致民族 成為食物鏈的低層 韭菜 人礦 和筆出國際 將中華民族的形象 大肆貶低 市民 只要你學過中華文化 喜歡中國漂亮的東西 中國的美學 中國的一些高尚情操的價值觀 你就會反對共產黨 也反對那些一切 為了得到一絲的紀肉 或者經濟上的利益 口袋裡面的金錢上面的補貼 而做出賣香港的 這些狗欺的賣國賊 這些混蛋 我要繼續 捍衛香港的文化 將香港人的這些故事 我知道多少 我盡量在這些題目上 發揚光大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留一點的血脈 給將來有緣的人 或者有心的人 想了解香港文化歷史 香港的故事 香港的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都可以在MIHKTV的這些節目裡面 分享到點定 略知到一二 希望大家繼續加油 共同努力 無懼我們前面的風雨 繼續堅持我們的初心 然後我們繼續支持 傳承香港文化 唱好香港事故 為香港人發聲 希望也將我們 獨特的香港式的幽默 和我們香港式的 嬉笑老馬 在不同的題目上 發揚光大 好了 今集除了要說 我對這23條的 將來帶給我們 一定程度上的衝擊之外 當然也要跟我說說 大家都知道 我們以前曾經在觀塘的成業街 宜申工業大廈裡面 創立我們這個基地 這個基地 大大話說 如果沒有記錯 是三千多四千尺 連外面的路來都挺大的 但是呢 我也在這集裡面 想和大家 想創業 又或者開自己的 寫字老闆公室的朋友 這一集去分享 你面對一些很困難 當時 很糟糕的這些 這些 當時老闆 丟入這些業主 那種痛苦 實在不為人道 租一個這麼大的牆 其實基本上 我們每個月的開支 是五萬多元 一起來 就 上去的牆 已經是爛牆 所有的垃圾 都沒有清理 沒有間隔 沒有裝修 那些牆 全部都是石屎 甚至有些地方 就看到鋼筋 骯髒 很糟糕 但是因為它爛 什麼都沒有 那我老闆就看到 將來可以在這裡 做到什麼 我的想法 如何把這個廢墟 變成一個 很有品味 很實用 很多用途 還有可以聚集到 很多人的一個 小小的網台studio 熟悉老闆的都知道 我們有製作部 有三個不同的錄影室 有儲物室 有function room 我們也做了一個廚房 也做了一個露台 這個露台 也可以在那裡 看著一條 成業街 看到這個觀塘 最繁華的一面 因為前面沒有多遠 就是這個APM 也看到一條大坑局 其實這個地位是挺方便的 因為離開一個地鐵站 就是很近 當時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 我之前的雜數也有說過 很多一些朋友 就是在九龍居住 德魯屋 這條膝頭 就是住在港島的西營盤區 和超哥 我們兩個就是住西營盤區 和小花還沒進來 小花還住在柴灣區 絕大部分的同事 全部都是旺角、深水埗、新界、天水圍、沙田、大圍 很多來做節目的朋友 他們辦公的地點都是九龍 其中一個租戶是jam.dot jam.dot 也是在觀塘裡 有另一個辦公室 所以他就說 老奧 如果你要我過檔 租你們的地方 那就老老叉叉了 我一定要選觀塘 香港那邊你就不要在那裡了 因為我錄那些極度深寒 那些節目錄完之後 差不多12點 你以為哪有車回來 好難免得失事 那就盡量一定要選一些九龍區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個九龍區 大家都可能會知道 jam.dot 以前就是在一個 香港迷米那裡租 潘紹聰 其中一個很大的網 其中一個的subsid 有一個channel 潘紹聰當時 和老蕭租了他的錄影室 用了老蕭的後台 當潘紹聰知道我們 我們訂閱人數 或者我們科水的用戶 當然不夠很大的網 恐怖接線 他們只有這麼多的收入 因為他們的確養活了潘紹聰 趕鬼故 趕到老蕭租 創業興家 他也算是這樣的 但是他們拆了一份很金的 給了蕭若元 當然潘紹聰 我一直都在想 你老蕭租 做就做是我的 我也要租了錄影室 我也要找一些subsid 的租戶 來幫我浪費 所以當時除了 JAMDocDoc之外 另外有一群朋友 都在用潘沖的旗下 很大的網 做他們的網台節目 自從我們離開之後 潘沖也心動動 想著會拆出來 形成自己的網台 這些我就不說了 別人的家事 但是到最後見到我們 搞得行 潘沖也扔出來了 但是當時 passion 其實跟我們 他們和我們一起聊天 因為我們經常都會在走廊中見到 即有兩句去聊 大家都想說粗口 那個語音的口口然裝 所以真的挺能聊 他 док恢了我離開 有一次機會而合之下 具有溝談一個人 這裏就覺得潘沖收的 他的人的都些是租貴 有花便宜一點 反而言下之意 就看看我們的儷物 可以不想著的價錢 優惠 找找一个专人帮他 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 他们过来这边的MHK 他自己可以形成一个极度深寒的频道 当时我还记得他有个拍档 他也跟叫做《极度路插》有个节目的 蕭罕榮和他一起 另外一个节目叫做《摄影假期》 就是讲到拍照 开始的时候他也用了很多服务价 当然我计算了一个很相宜的价钱 说真的我收了《摄影假期》的钱 只不过是可以养到一位同事 但当《摄影假期》越做越多的时候 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的充满 被《摄影假期》 就被《摄影假期》 而因为这样 我会付出极大的支出 就是要存在《摄影假期》的视频 令到我的成本都会加劇 但我没有怎样加过《摄影假期》 那么多年 《摄影假期》用我们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调整一次 那么大把 你都知道《摄影假期》是智晶 所以你加了他的价 他就不能够搞定 他又要走又要走 那么 这些我们稍后有机会再讲 但是先讲讲业主 我第一次去租这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在那里 当时是托啤梨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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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起 他叫什么 什么名字 是 骂我 那个 参选过 垃圾局议员 那个叫什么名字 是 要立刻想起 林依丽女士 她男朋友 徐化普博士 她说 找了林依丽帮忙 帮她找了这个地方 到我们要签一个租约 上一个业主的店 都是官塘区 一些很旧的商业大厦 上到那个店 我仿佛去了六七十年代 那些公司的格局 这个业主很明显 就是一些很传统 坊间里面的隐形富豪 我和她谈租约的时候 这个业主 曾经上过来 官塘我们成业街 特业新工业大厦 那个单位 在那里和我见面 今天见到我 今天了解我是什么的人 问我做什么生意 问得很仔细 你家里是怎样的 家里有没有小朋友 今次想要做什么生意 大概有多少资本 你有没有partner 问得很仔细 他在想 你不是有女士想嫁给我 我娶了老婆 没有人想 这个太太其实已经很大年纪了 如果你问我 当年我见到她 起码都七条过外 身体很肥胖 矮小的 行动不太方便 也有一些随从 要衣服参半 他也有一些同事 帮她跟我们公司的合约 有一个 无论雨天 晴天 陰天 没有表情 没有表情的 干精污纹 一个完全没有表情的女人 你擠她又不会笑 你捉她 她又不会濕 你吓她又不会叫 你明明这种女人 你明明这种女人 永远的头发 短短的 金丝眼镜 面青青 没有什么轮廓 像鸡蛋的面 然后五官就平一平 就像环海其成 周远法 死之境界里面 撞到那个鬼 总之你捉她 他又不会还拖 你引她笑 你吓起她 他又捉她 冷冰冰 室温21度 这个捉她 没通的 这种人跟着她做跟班 那 当时问得我很仔细 我当然告诉她 我们会做一些制作 摄影 拍摄 我也没有跟她说 我是做互联网 广播 那些东西 总之我没有想她 我没有说事实 全部 我真的有做拍摄 我有做一些电影制作 是吧 我会做一些剪接 录音 一些商业上的宣传 我也是有做这些事情的 但如果我告诉你 我竟然在一个网台 屌尺的政府 专门叫反动的人上来 屌尺那边 骂叉公共产党 你要租不肯租给我 租一条毛给你 那肯定不会租给我 他又不知道我 我做一个网台上的广播 后来就好了 OK 见完一次之后 大家谈谈了 所以我就会上他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 即是他很厉害 旧格局 你可以想象到 这间公司 他们应该是家族的生意 这间公司的8年 肯定以前 卖了很多不同的宣传 我告诉你 如果你将来有机会 做生意 你见到这种 那么狠狠的公司 其实你自己都要小心 因为他们看的钱 就看得很大 不会投资 他觉得他们有物业 他租给你 他施舍给你 有地方可以做生意 我得到的 跟他们合作里面 是没办法谈的 有很多事情 你要求是撞墙的 甚至是鬼打墙 兜来兜去 旁敲积极 都希望他做一些事情 帮助你 他们是不能让步的 但是 话实话 在那个地区里面 你说租金贵不贵 三千多四千尺 去到五万头 四万尾 结果再加一次 就去到五万头 那 我又不觉得 是一个很贵的租 只不过就是 我真的找不到 足够的钱 去浪到这个租金 是不是 那 如果你问我 五万多元 占据我全盘的费用 最好就是千万不要超过 你所有的费用一半 如果租务在你做成本里面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租务里面 占你三分之一 就已经是一个很最终的地方 那 我现在每个月 大家都知道 当时我的营运 曾经去到最尽 三十多万一个月 后来去减 就去到减了 到这个二十六万 再要再break even 就去到这个二十一万 然后一插下去的时候 就真的要去 想几十多万 我就可以为得到身 因为的而且 就去不到每个月三十多万 来break even 这个情况 就算是做过一两单 一个月 一两次月份 我才能做到这个情况 所以租金对我来说 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的 expenses 其实的确是多少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 一开始就去想 有这么多门的生意 又租地方 又租厨房 又去买东西 又租录影室 又买广告 其实我找回十个八个 这些贊助 每个月给回一万多元 我都坐底 有九皮 十皮浪底 加上youtube 那时候 每个月大概是十万元 没有红标 黄标 那时期 每个月大概十万元的收益 在全正时期 去到十多万 是不是 我找到八个这些贊助 十万八万 接着 youtube 又加上 也有二十万 接着 帮人制作短片 一万元 八千元一条 一个月内做一两条 那我们已经够奖了 二十多万 还有jam.dot 来帮忙 租场 又收他一万多元 是吧 最好去卖东西 是不是 不再多看 每个月 只是盈利三万多 那我应该都可以当 加上 还没计算 各位网友 计算我们的 subscribe 我们的 节目 有三四八个网友 肯付钱 那条数目 也是很厉害的 哎 殊不知 人算 不如天算 是吧 就是 当我们 扔了这么大的地方 扔了这么多钱 去装修的时候 就是 开始 这个 自媒体 或者当时 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 直播 很多人 就自己 就已经是自己 开始做他们 这些channel 如果大家还记得 当时 有个叫做 一百毛的媒体 现在一百毛都打了柴 是吧 就是没有东西出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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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了 还不让人走 都没有片出 他们就上了 但是当时 就算我和case sir 都希望可以想到 借助这一档的东西 有个这样的平台 大家计算个数 是吧 你弄好个示范单位 找多些客人来到 知道你不是 爬爬烏 不是求等旗 找过这个实验室 然后做一些广播 别人去投资 或者是投资 去买广告 找你们做制作 全都见了 有这么多器材 这么大的studio 那个panel 又做得这么好 那个control room 完全operator room 做得似无似让专业 那样 哇 这些录音室又黏了隔音棉 有了玻璃窗 有了内里面的麦 去沟通 这么好 又有了这个kitchen 整个器材都够了 带客人上去看的时候 他们都很impressed 其实的确认很多的朋友 都很impressed 但是 亦都遇到一些问题 我之前都和大家分析过 开始的政局 就麻烦了 也都估计不到 有这么多的人 是潔癖 一个粗口潔癖 有的粗口都不行 我们已经是尽量做一个 MIHK 没有粗口的台出来 始终那些节目 我又谷不上去 也都找不到一些很star的主播 可以做到好像鲁鲁鲁 那种的 veworship 啤梨哥 那些veworship 去支撑着那边的台 但是费贷值就这么多 的确实就很困难 去营业下去 好了 今天讲到业主是如何呢 当然业主就是 整天怕死你不交租 整天都要催租 当然我已经是把我和他们的对口单位 交给我们的会计 让我自己不用那么烦 要听他们的扯租 这些事情 久不久也会突击检查 看看你们这些小伙子 有没有搞坏他们的墙 啊 李老美我心想 我帮你这个墙 弄得这么漂亮 装修到美轮美换 你应该多勾借我 你都屌你老美在那里不论 你每天都怕死我做这个的 嵩叔花种植中心 大麻的分烧场 又或者是否制造军火 还没查够我 我都挺生气的 好了 这些都没办法 他们的脾性是这样的 合作久了 一年半载之后 来的次数又少些了 但是始终整个flat 移生工业大厦 是一个很旧很旧的 商业大厦 工业大厦 它是转型了 变成商业大厦 但是 其实它不折批架 是一个工厂大厦 如果今天我不搬走 我也不难保 我们会被人追加地租 又或者我们用他们的地方 并不是符合他们的租契 地契里面的用途 分分钟我们就像列大夫那样 就会被逼迁 也不一定 好了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太旧 而这个业主 将这些层里面 最大的一部分 就给了我们 而另一部分 它也建了几个不同的 小的商业单位 10sit 了几个小的劏房 但是每个劏房 都有他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 和它这三个劏房 上共用一条距 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这个 当我们的厕所 移生工业大厦 我们的MHK总部就在这里 这里就是个升级 中间就是个升级 在另一边有三个劏房 他们的大距 就会经过MHK 然后一起下去 好了 问题就会来 最大的问题一次就是 他们的厕所 垃圾 就会经他们地下的一条距 过来我这边 然后经过一条大距 就下去下面 有一次 就是因为他们的距 实际是太小 而在下面的工渠 就失去了 而这边太多的垃圾 你都知道 其实基本上 不可以容许这么多人 用这个flat 而他们的渠没有改过 是比较窄 当他们的废物 垃圾 冲了过来 我们这边 而下面又失去了 的情况之下 有些什么的污脏水 一倒灌 我们就是全 全部都是 尿尿路肺 全家的 首当其冲的地方 哇 有一次 就是 下面的污水 就是经过我们的厕所 然后 就是在我们 间了其中的地方 可以来洗澡 因为我喜欢打拳 也喜欢跑步 有时 我们都会在办公室 做完运动 或者阿俊 那时候 没有人保护的身形 就在公司里面 有个健身椅 器材 去举铁的 做完之后 或者有时 晚上可以做东西 想洗澡完再回家 或者是早上回来 整身污垃圾 或者出完外景 也有地方去洗澡 那就是在洗澡 那个花灑 地台里面 水就 溶回来 直接就是穿过厕所 流出大厅 甚至浸回到外面的升降 这个单位里面 哇 糟糕 那当然是要找业主搞 那 业主 老黑都不认是他们的问题 哇 我们呢 就是丢丢污垃圾 就弄弄他们 还好说 是你们弄弄他 不能帮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 就是丢丢污垃圾 就把玻璃圾射到外面 我们弄弄他 那当然 我们就很敏陣了 这一个就自此 就种下了一个 对他们这个场 就有点点反感的地方 是吧 那当然 另外一个 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不是说完 我们的海水倒灌回 屎水倒灌回来的时候 还要经我们的地板 滲了下去 滲了下去下面的楼层 而滲了下去下面的楼层 那时候 下面是有一个单位 刚刚 exactly 那位下面 就是买一些名贵的皮 这些梳化 而这些屎水 经我们的地台 跌了下去 他们的下面的天花板 再滲了下去 滴到别人的 哇 意大利真皮的 这个designer的梳化 里面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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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之后 他们在地面 一潭水 而那个地基金 也被那些屎水 骛的水 被泡了有跡 那下边 那个 uki 單位的老闆就很知情達理 他說不用擔心我們有保險 也與你無關 但是你快點搞定了上面的事情 後來要找人來通渠 我記得也是我們自己找人去通渠 他是不肯負責任何的通渠 解決這個渠務的問題 所以下面一有渠室 就湧上來 我就是要第一時間要出事 所以變成 因為另外那邊的髒東西 也是經過公喉 就是經過單位下去 也沒有辦法知道 旁邊的人令到渠室 下面的公渠室 而我們說真的 也很檢點 我都知道麻煩 約束手足 不要亂倒東西下去 大家要用好珍惜的地方 其實我們這班人 都很盡量愛惜大家公司的地方 我相信經過我們整齊的渠 可行性是不高 而後來經過師傅通渠 後來要找個大砰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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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他說這不關我的事 但當然這個費用也要我們付 業主不肯付 我開始就老騷成怒 我們不肯付 我就自動在租務裏面 譬如我們弄了幾千元 在租務裏面 這次就把錢減了幾千元 自動給他 當然又會漏膠砰 對於排隊的質疑 以我們在討厭巴欽аб найти 也就是說晷物材的問題 行動腦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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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作時是死機 內不中降 Sleep 跟 roaring日本 屏幕的低 close 艦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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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如果要停留下高促工一個消息 就用真 Jerusalem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賽 ud� 下巴巴曲的車的 internal bbons needed moss reforms 日本蘋果、蘋果汁要運上來的時候 就要抬上來了 到後來大甲江麵離貨的時候 又要抬上來了 真是不得你死 最糟糕的時候 運升降機基本上是無日無之 而到最重要的時候 最後升降機就證實了要維修的情況 維修的情況是電纜、鋼筋、鋼纜 就要大維修去緩 整個升降機基本上就是打柴 要維修 而那些維修的升降機公司 基本上零件也不見有 而最後那個業主 就是伊丹工業大廈裡面的大業主 他要配合最多的錢出來 保養公司 這個管理公司也是在處理 不行的 這樣搞法 整幢大廈都搞不定 挨來挨去,又挨又西 他卻只肯找人換鋼筋 做過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們最嚴重的一次 就是整個月裡面有二十多天 是沒有升降機的 我們是要全部 那些手足每個人都要遊在地上 走上去七樓 你說那些主持人 那些美女 節目女主持人 每個人都叫苦連天 要請嘉賓來 嘉賓在夏天的時候 嘴巴都抹開了 見到走七樓走上來 就知道那些人打壞了 所以你會被他 激到你 爆春袋 好了 裏面的電線 當然我是全身 我們自己要再拉 當然裏面的電線 不夠火數 又要改了所有東西 去遷就它 令我們知道 我有三個錄影室 十多排電腦 這麼多一部冷氣機 希望他幫幫忙 改回電纜給我們 行不行 當然是不想得了 又是不想得了 他說我沒有遇過你 要有這麼多人 我沒有遇過你 要有這麼多電腦 我沒有遇過你 要有這麼多一部冷氣 大哥 我跟你說 你比近四千多呎 有幾部冷氣 有什麼瘋子 這麼過份 分體式的 要取電 取得很瘋子 還要開電燈 我告訴你 我做廣告製作 要拍照 要取電 要有燈光 打燈光 他就說 你自己要裝修 那時候 你自己想好它 你自己拉過了線 血都吐咬 當然跟他 沒有自己談不了 他最擅長的就是 追租 我扣勾他的錢 他又不敢認賬 很多不敢跟他爭吵 其實當你跟業主 有這麼多麻煩事 爭吵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你跟他合作的關係 就不會好 而且那個氣場 再加上這個地方 就是 每個人的同事 又見鬼 有些節目主持人 又說八呎高 又感受到 有很多舊房客在 每個人 說到這個場 就真是 骯髒到不得了 那真是生不了財 而令到我 終於 虧錢虧得很厲害 那些水 不斷地 流失 亦都賺不到 什麽的錢 而 當時 KC Sir 也有跟我坐下的位置 真的要想想辦法 那怎麽辦呢 你盡量 切切切切切切 到已經 連結到不得了 最低限度 我都要賺26萬 一個月來 浪了 基本的開支 有時我就賺了17、18萬 又跌4、5萬 每個月跌4、5萬 一年都五、六十萬 不想得了 有時 就只是 更慘 最乾旱的時候 100萬元 一個月的收入 我都試過 隨著YouTube 廣告收費越來越低 付錢的人數也不多 就算我找到 一個開放日 一次、兩次、三次 反應就好 沒什麼新貨的時候 找不到什麼新的 又吸引不到網友上來 的確真的很難經營 亦都找不到 別人上來用我們的地方 找不到別人來做網台 因為當時已經有自己的頻道 可以去做 那些人自己去開頻道 就比我想像中 找到別人借助我們的平台 去錄影的機會又少 就算我加入不同的商會 那些朋友給他們很多優惠 他們都不肯下廣告 不肯贊助 又怕我們的背景 對政府的看法 切拾他們的品牌 這立刻令他們賺不賺到 很多錢 所以到最後 渡火線 為何令我們搬呢 就是多謝碧莉哥 如果不是碧莉哥 肯自立門戶 他們走出去 我們真的不需要 這麼大的地方 我們都不會 密謀 真的要大屋 換小屋了 要換一個小屋的地方 一闊三大 減了一些無謂的開支 減少一些我們營業員的人手 不用做那麼多的節目 是吧 然後維持一個 比較容易的營運平台 這個時期已經到了2018年 這個時期 2018年的時期 我們就決定要想想想 怎樣 要離開移生工業大廈 而去到我們這個 成業街的地方 所以我的 conclusion 如果你跟一些業主 去聊天的時候 我想你自己也要租地方的時候 看看業主是不是專業的 看看業主是不是很老闆的 看清楚那個牆 有什麼隱藏的問題 了解清楚 你的地方是不是很舊 有很多的維修 電梯是否能當 你是否要有貨上來 是否要有貨上來 有客上來 而新工業大廈最嚴重的地方 是沒有客上來 只有貨上來 客上來一打塞 你其實就沒有升上來 要走樓梯 管理的人好不好 行閘人等都會放進來 有沒有地方拍攝位 你那個易不易找 地位方不方便 其實最重要的 業主夠不夠開通 是不是一些 開明一點 他給你一個地方做生意 你在一個地方 你可以賺到錢 他才有收入 而並不是 找一個業主 當了他太上皇 你就是我的奴隸 你一個月就要課水 你還不賺到生意 關人糕事四個大字 我欺施捨你 給你一個地方做生意 你就要感恩 你就要有威又勢 當我神那樣拜 而我告訴你 我當時的一個業主 的確是這一種概念 還要任何事都不關他事 他不會幫你弄 弄壞了東西 或者有出現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所以呢 對付這個業主 我真的到後來 終於我也想了一個方法 離開之餘 我自己覺得 也很心安理得 沒有對這個業主不住 但我自己就報了 我口裡的一套呼氣 究竟這個方法會怎樣呢 在稍後的集數裏面的 這個十軟血類史 我才分享給你看 當時我們離開這個 進業街移心工業大廈 七樓A的時候 順利離開 自動的碑戈 說掛單 自己開台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但我當時都欠了 業主這兩個月租 怎樣可以 全身而去 而開了我們這個新基地 當時我叫這個行動 登卻 鄧溝克大行動 適當的時候 再跟大家去分享 這個驚險有趣 亦都是有賴所有手足 一眾的 全力的支持 順風順水 我們只可以大屋 搬到小屋 然後 逃離了這個 邪惡的業主 這個魔掌 此時就和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支持 MIHK的 十週年紀念特輯 洩到空虛 網台血淚史 再一個星期 再見和大家見面 再分享我過往 溫這個MIHKTV的網台 這個點滴的經驗 拜拜 我們樓上八樓前座 應該就是換窗了 我們就搭了竹鵬 不過竹鵬 它就沒有綁到 這盤步 或者是一些膠板 變了它很多工程的東西 就掉了 把所有東西都掉下來 大家看看 OK 這個會和 下面管理處投訴的 這是第一件事 而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要小心門窗 因為它沒有貼紙 告訴我樓上做這個裝修 我們這門窗 在後門 其實就很危險的 以及我們前面的 腦台 這個出入口 這裡 我們一定要鎖 門窗 還有最好找東西 頂一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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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位 如果不是 那些小朋友 就很容易 在這裡 其實爬下來 就 爆隔 那就糟糕了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這裡 現在我拍好了所有東西 我很擔心 它們 有什麼東西 它們不做足夠 防護措施 一會兒東西掉下來 突破了一些散熱器 這樣就麻煩了 或者剛剛 阿桃豪在這對窗 一出來 就和我當頭中正 那就 糟糕了 那時候 發庭見 那我一定要和他們 去投訴 做什麼 感谢观看